谢霆锋孩子是谁的?DNA不会说谎,张柏芝含泪讲出实情。 自从不压扰事件爆出之后,有媒体看到谢霆锋的孩子感觉长得特别像陈关西,而且是越来越像,所以让人心生怀疑也是再说难免。 但是这其实真的是影响了张柏芝与谢霆锋的夫妻关系,而最后又闹出了亲自鉴定的事情,但是经过亲自鉴定这孩子确实是谢霆锋的无疑,不过随后张柏芝与谢霆锋又再次要了一个孩子,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为何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孩子容貌如此的像陈关西呢? 其实专家也给过解释,那就是因为早些时间张柏芝与陈关西关系非常好,而陈关西也是谢霆锋的好友,所以内心的容貌实际上会影响到孩子,虽然目前没有具体的科学依据,但是除了专家的解释,也没有太好的说法。 虽然张柏芝与谢霆锋又要了一个孩子,但是仍然是没有阻挡两人离婚的步伐,由于张柏芝与陈关西飞机偶遇又再次合影,成为了压倒谢霆锋与张柏芝婚姻的最后稻草,而且离婚之后谢霆锋很少去看两个孩子,而是与王妃走到了一起, 还送了王妃女儿李嫣一栋别墅当作生日礼物,张柏芝当然是心里感觉特别别扭,除了张柏芝李亚蓬心里也不好受,五千万元我自己也是拿得出的。 几人纠结一起好多年,始终是斩不断理还乱,反而是陈关西这些年娶了好老婆,当了父亲的陈关西也是非常开心,并且一改往日花花公子的形象,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好父亲,真是造话弄人。 有人说男人结婚之前是花花公子的结婚之后,很有可能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陈关西离着确实是应验了。 不过如今张柏芝的两个孩子已经在慢慢长大,而谢霆锋的大儿子如今却是越来越像老爸谢霆锋了。 前段时间谢霆锋在参加活动结束采访时还提到自己的大儿子,称将来能继承自己演技的非自己的大儿子莫属。 解霆锋,谢霆锋,Nicholas Stein, Found, 1980年8月29日,香港歌手,辞取作家及演员,兼任企业老板身份。 一、2003年创办Post Production Office公司 二、为中国最顶尖特效制作集团 三、后议投资房地产,并涉足餐饮业、娱乐业等行业 而时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他从14岁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 15岁到日本东京修读音乐 1996年谢霆锋出道 并以自身叛逆偶像姿态快速获得中港台年轻人的支持 四、他酷爱摇滚曲风 21岁或世界音乐奖 也是香港首位八十后金项影帝 2018年 谢霆锋或邀出席2017年度赤诈乐坛颁奖典礼 演唱多首广东作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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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